晨曦出照 在江西分移广袤的柱麻田里 耳边的风吟与茂盛的柱麻 交织成一首优美的乐章 仿佛是大自然 对这片土地最温柔的馈奏 这里是中国夏布之乡 也是张小红用一针一线 编织梦想的起点 张小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夏布秀的传承人 夏布秀它俗称是麻布刺绣 起源于百宋 实际上它是流传于民间发展而来的 第一次刺绣是秀着夏布秀的一个书法字 夏布由于没有处理那个胶 所以它下针非常难 因为我们秀的时候是要用中指来顶针的 当一幅画秀完我这个手就成了蜂窝了 每一针都基本上砸在肉里 但是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时光流转 张小红辗转多地 与秀娘们共同探索夏布秀的最佳处理工艺 创新出六种针法 通过线条排列的精细疏密 及虚与实的交替互动 来表现物理的形态 力求让每一根丝线都能在夏布上 找到最完美的归宿 色彩和基底也是非常重要的 它跟那个绚丽多彩腹底堂皇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 那最后我们研究所研究出来的就是古古典雅 这种感觉 走进夏布秀博物馆 一幅幅精美的作品让人目不暇接 从细腻的宫笔山水到传神的人物肖像 夏布秀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 将中华文化生动地呈现在诗人眼前 2013年张小红决定建设夏布秀博物馆 将自己多年收藏的一万余件绣品 免费向公众展示 可能到九十岁八九十岁我绣不动了 但是我能为夏布秀传播 我想把我所有收藏的这些刺绣都出成书 吴婉精作为新一代夏布秀传承人 将现代设计元素融入传统刺绣中 让夏布秀艺术跳出画框 开发现代文创国潮产品 在坚守中执着前行 我其实真正随着我婆婆张小红老师 去学习夏布秀大概有十来年了吧 但是随着时代的一些生活需求的变迁呢 它的这种传承创新也激励了我们 让我们去更多地思考 如何与时代去融合 让它真正地能够与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元素结合 让它能够去被大家所喜欢 夏布秀 这么古老而又年轻的艺术 不仅仅是针与线的交织 共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 精美之间 一针一线编织着梦想 也汇就了心中的水墨丹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